媽祖神像坐上火車象徵準備起航 北港朝天宮每年兩次的繞境活動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改為列車環島起伏 媽祖為全台灣來起伏 我們一開始設計這個火車 就有一點要防疫的設備 防疫的構思 所以我們借回家來寫台灣起伏 尤其今年可說是天災人禍貧傳 不只新冠肺炎肆虐台灣 4月太魯閣號列車出軌 造成49人死亡 百人受傷 10月高雄城中城大火 也釀46人丧命 北港朝天宮希望為全台祈福 而配合防疫不徒步 不繞近媽祖改搭火車 另一年竹山紫南宮也是香火鼎盛 只是今年比較特別 五倍劝民眾到手就有香客 拿他來添香油錢與黃金 要防不打算兌現 直接捐給弱勢幫助更多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